3 2 2 起動 這日相當熱鬧 TVB拉大隊在上海舉行名為 Hello Hong Kong 尼號TVB發布會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行政主席許濤 節目內容營運總經理曾志偉等高層 帶領一眾小生花彈 宣布TVB和內地各大不同類型平台 未來一連串合作計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以及上海市委統戰部王國副部長等官員 亦有延伸活動 主席許濤亦代表致詞 感謝各方支持 我和我TVB的管理團隊帶著我們對內容融合創新的理解和追求 向各位發布我們與內地合作夥伴共同創作的文化作品 同時我希望與內地同仁共同深入對話 激發創作靈感 來促進業務合作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 對促進兩地文化融合的支持 是我們的發展信心 我們重新感謝各級各地的政府領導 對我們的關心指導和支持 感謝合作模板和媒體同仁們 對我們的信任和幫助 TVB將會以更堅定更開放更會有創意的姿態 做好文化融合的推動者 謝謝各位 這幾年全力跟我們內地平台一起來合作 一起來帶動所有文化所有綜藝所有節目 一起走進去帶出去 這些其實都要感謝今天來到現場的主角 我們香港特區政府陳市長陳國際先生 香港政府一起非常努力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TVB走得更前 還努力拉成我們很多跟平台的合作 所以我們才能夠走到現在 所以再謝謝市長 我們也通過創意自由計畫 支持香港電視台更內地化就是亞洲的團隊 聯合製作綜藝電視節目 以提升香港流行文化的軟實力 而始終一個項目正是由TVB跟湖南夥伴 共同製作的《聲聲不息》 《感月G2》節目的第一季之前已經打過好評 讓許多內地的朋友拍上香港流行曲 我相信節目的第二季一定能夠激往拍來 取得更好的城市 過去TVB跟內地多間廣播電視機構 和網絡平台合作 於五年內打造過八部優質作品 實現千億級傳播聲量 未來TVB在劇集、眾藝、新聞資訊節目等各方面 都會繼續跟內地各平台保持高密度合作 這日同時宣布劇集方面 TVB會與內地平台合作推出八部重頭劇 包括與優酷合作的《法政先鋒6》 《幸存者的舊屬》 《黑色月光》 《巨塔之後》 以及《新聞女王2》 還有與騰訊合作推出的《反黑英雄》 《企業強人》 《根國曉雄之懸崖》 以及《刑徵十二》 活動上亦宣布好消息 《新聞女王2》 除了會在年尾開拍之外 同時亦會開拍電影版 量度第二季的《季節二》的劇情 發覺整個故事好像少了一塊拼圖 所以就想要做一個電影版 想期待是跟劇的角色一樣 還是有全新的角色一樣 我不知道 我真的期待看 其實他們都會做回自己的角色 當然也會有一些新的角色 亦都會有一些不同 第二季會有很有關聯的角色 有聽說過電影版要先拍 如果電影版裡面 留下的人才可以拍二的 結果大家都很緊張自己的存在 我就八怪了《新聞女王2》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本來只有兩集 所以在《新聞女王2》 我就回來了 真的長住在裡面 林寶儀相隔當年回籌拍攝的《刑徵十二》 原來劇本考她演技 亦考她新手 由頭到尾就是這樣打 早班七八點就開始打 打到晚上天黑 清楚才是被人打 當時你呢 你有沒有打氣 我最近就… 我這邊是… 不是 你還沒拍嗎 那些 我還沒拍 那些 他也是打得很厲害 打到甚麼 我拍了一場 一場而已 但我暫時還沒有你那邊 那麼激進 《刑徵十二》這麼複雜的劇本裡面 其實有很多打氣穿巢 那些是必須打的 是抵打的 是抵打的 是一個這麼… 復仇這麼重的女性的劇集 所以對我來說 我都覺得是挑戰 你突然說起復仇這樣的主題 我覺得其實你們三個 如果是拍這些主題 我覺得還可以 是啊 其實是兩個拍檔 其實對付你 對付你一個 那就更沉重 而企業強人獲物樓集團全力支持 借出大型分動中心 和過百格貨車進行拍攝 份外有真實感 最主要我覺得是 因為我們今次在深圳 全實景拍攝 還有大家如果很喜歡網購 或者很喜歡購物的話 你知道你買每一樣貨物 後面是經過多少的人手 才可以交到在你的手上 是 阿Mo經常有一個對白 就是說其實那個貨物 來到你的手上還有溫度 那我們就經常試阿Mo 原來你是賣披薩的 這部電影就講生意 雙戰的片 都一段時間沒有在電視上出現 再加上我和Sean都第一次合作 變成我們的火花都挺不錯 可以說是 黃忠澤就指爆 因為同街道吃了一頓飯 不小心就接了發正錄這個沉重的角色 一來就給我這些重量的東西 是從第一集開始 第一集到尾都是很重量的 是 所以第一集重量到最後一集 所以我就說這頓飯真是背脊骨 眾藝方面 TVB和抖音合作的2024 TVB無線藝員訓練班 這日也宣布招生 高靈和藝員訓練班出身的展盤 定恩和鎮朗也有在台上宣傳 之前有幾集問我 你讀完書之後就在TVB 到現在也在TVB 你的感受是怎麼樣 我的生意 生涯裡面差不多也超過40個小時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是蠻期待 還有就是很心願的 之後一眾藝人和嘉賓 近儀私酒會慶祝活動圓滿舉行 主席許濤更和嘉賓們一起捉酒 場面愉快 乾杯 乾杯